OQ8B Part 2 Long Question 这一条应该是Led-2 Bromide Precipitate 用Led-2 Iron 和 Bromide Iron 两个混合之后就会形成Precipitation 因为它是Bond Forming 所以作为Exofermic Reactor 这里有它的Chemicals 有什么含量 有Molarity 和Volume 另外就放在Polysin 级 Temperature of Solution's Record Half Minute 每半分钟就会量度一次 量度2.5 Precise在3分钟的时候就加上去 所以3分钟的时候 你应该要画一条线 所以3分钟的时候 画一条线 先画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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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有例牌 但你要留意 这条线 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因为 你尽量不会理这两点 为什么呢? 我们主要是理这边的线 原因就是 其实这里你会看到 它的Trend是这样上去的 所以它需时放热 等它去到高的温度 但当你一直放热 其实它一直都在塞热 即是 Hit Loss 所以它未必会去到最高 这些位置 其实都是on the way going up 但我们会期望 在3分钟的时候 它温度一定是最高 所以如果在一个 没有Energy Loss的情况下 这里应该会是最高 所以我们就会把 on the way going up 这些点 所以就会这样做 其实上次 在影片里面 即是教这部影片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向下 那一只 如果你记得的话 应该它那个是 类似是这样 这样 然后 下最底的上 其实我们都没有理到这一点 OK 那你查看的时候 你就会看得到 好了 我们计算后 这部影片应该是 31.8 31.9 左右 其实这部影片会有少少不差 因为这条线 滑成点都会有少少关系 可以计算到应该是31.8 这部影片应该是31.9 应该差一点 不太大问题 但大家要留意一下 第一部分的答案 我要你写 Ionic Equation 因为这个是 Precipitation的关系 所以PB2 增加BR 变成PBBR2 Solid State 记得 尽量 虽然我没有写明 要你写State Symbol 不过最好 你也是 给我State Symbol 看看 OK 那这条 应该是31.9 31.8 总之 留意这两点 我尽量都不会 要考虑 对不对 好 接着搞定了之后 我们就会 A B C Assume that the Specific Capacity and Density of the Social Mixer 是4.18和1 例牌 就是C和Density 一样 叫你计 Enphobe Change Occuring During This Experiment 叫你计 在这个Experiment 里面 它的Enphobe Change 是什么 所以你会看到 在这个Experiment 在行动的时候 Enphobe Change 其实它不是一个 Per Mode 的概念 纯粹在这个Experiment 上面 它的Enphobe 怎样改变 可以不可以 所以这里基本上 C和E 等于MCD 这个部分 所以E等于MCD 这个M 这一盒是 兜兜小纯 两个小纯 混在一起 记不懂 应该是100Cm3 加100Cm3 再加100Cm3 即200Cm3 如果用1g per cm3 应该用200g去计 M就是200g C用4.18 Delta T 应该用这个距离 距离 鱼毛以外 27-31.8 31.8-27 OK 然后就把这些东西 拆掉 看看是吧 好 应该是200 4.18 接着 这个4.9 就是 31.9-27 OK 应该这样 C part 答案就是 -4.1 接着 D NVP Change for the Precipitation of B Led to Bromine in KJ per m 这里其实是一个NVP Change of Reaction 它也没有说明 究竟主角是什么 虽然 因为我们过往没有教过NVP Change of Precipitation 主角是什么 可想而知 在一个过程里 在这个Precipitation里面的主角 就绝对一定是Led to Bromine OK 所以你 per m 最好你会说到 就应该是将NVP Change 除回NVP 除回NVP 所以其实你要看的时候 我们就用它们的Mode Ratio 如果你看清楚的时候 其实两个Mode Ratio 应该是1比1 一模一样 即是1比2 应该是一样的 一个PB二症 一个BR 我不按前面的版 理应两个NVP是一样的 没有Limited 和Excess的概念 所以用PB二症的概念 可以找回NVP 你可以直接找到PB2 这个NVP 应该是1比1 所以它在用PB2 就是用NV 乘1除1 所以会找到0.15Mode OK 接着呢 你有了这个NVM 之后 就将E overNVP 之后就可以找到 NVP Change 记住这个是负的 所以要写一个负数 好吗 就是负27.53 好 接着下一条 17条 17条都很典型的 基本上就是叫你 Compuction of Mi-Falb 其实呢 我是想着你自己可以先搞定 一个NVP的 但是你们就真的 好了 应该是这样的 OK 如果你再看清楚 就应该有一个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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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六个C OK 这个是NVP Mi-Falb B5S在楼下的盒子,上面的盒子是水 最好画一些Stirer, Thermometer, Screen 基本上一分就会给Basic Setup, 画成点 两分就会给Corect Labels, Label 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基本上画得完的东西, 无论和Label 了 Assuming that the heat capacity of a calorimeter is Neglatable 又当它没到 Can we MVP Change of Compuction of B5S? 应该很容易, E 等于 MC Delta T 记住第一个是 E 等于 MC Delta T C 是说的是水, W 所以 M 都应该说的是水 所以250g 会配 4.18 J per gram Matching 应该是这块配这块 E 等于 MC Delta T Delta T 就说了是60度 将这三个Data 都应该可以了 这个是Rise 来的,所以不需要减的 它升了60度 即是说最高温和最低温的差距是60度 Degrees Celsius 其实Degrees Celsius和 Kelvin 都是同 scale 所以升了60度 即是等于升了60k 所以你看到Union 会直接改变 可以没有加到273 然后第二个 记住不要加273 因为这个是Difference 然后下面的Number of Mode 应该是2.52g 2.52g 因为我下面的Number of Mode 说的是Mifal病先的Number of Mode 所以第二套的Data 应该会是用2.52的Mifal病先 所以2.52就除92辣 应该是没问题的 应该是12乘7再加8 就找到Number of Mode 2个相除E除Number of Mode E除Number of Mode 记住是Exopharmic 所以让我负它 就做到了 负2.92kilo per Mode 小心点 不要负它 哇,那数这么大 负2.2kilo per Mode 不是啦,不是啦 看清楚 上面用的单位是租的 所以放出来的都是租的 如果变成Qilo 就变成2.7 自己留意一下 你看到上面 今天也有同学问过 如果Heat Release 他说 A amount of Heat Release 那我这里再写负 那怎样? 那不好咯 都说了Release 那你还做个负 如果上面写Release 就没有剩负了 但如果上面没有写 你只需要可能 Heat Change during the Compulsion 那你就做个负 所以记住 你写着什么英文字 就配对一个什么Value OK Suggest to Reason The Difference 都是典型的 OK Heat Loss to Surrounding Incomplete Combustion Capacity Ignore Can not carry Under Standard Condition 那你小心一点 OK 其实我之前看过视频 也有些地方 不是写得很准确的 有些时候 我就手快快 撩了这些 记住这个 有没有Standard 其实Depends on 那条题目 在这条里面 它叫你 What was determined A value for the FOP Change of Combustion 他都没有说Standard 是吧 他只是想知道 Combustion 这些东西 都没有说 他说要Standard 那你做什么 一定要说 别人 Not carry Under Standard Condition 呢? 所以你写这个 其实我不太想给你 OK 头三个我给分 第四个我就不给分 老实说 好 不过呢 对不起我看错了 你都可以再给分 因为这里有Standard Value OK 这个Standard Value 一定是有Standard State 所以是对的 你这个就不是Standard Value 不过呢 它拿来和Data Book 里面的Standard Value 所以都OK的 OK 不好意思 可以的 下一个就是Loss of Miva Benzine Full Evaboration 那其实呢 这些东西 先给人家 那你有火的嘛 那它自己Evaporate Without Combustion 其实都很合理的 所以这个呢 是可以的 不过你要小心一点 有些同学仔 就走来跟我说 喂 这个Water 会不会Evaporate Evaporate了Mars Mars不一样 Mars不一样 你的能量 Temperature rise 这些就会有问题 是不是会影响着这些数字的嘛 那你要想清楚 这些东西 就升了60度而已 那25度呢 再升60度呢 那其实都几多的 OK 那25度再加60度 都已经85度了 OK 那它会不会有机会Evaporate呢 其实是会有的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你说这个会不会影响呢 其实有一点多啦 那不过你都知道啦 喂 那些东西 25度 煮到60度 是加了60度 然后煮到80度 其实它还没Evaporate 即是它还没Boiling 那所以它走的速度 或者走的Gram数 Decrease 是否真的那么significant呢 那这些就不要博了 OK 那我就觉得呢 如果你说 哦 因为Volta呢 Evaporate了 那所以呢 就会Energy 就会有点不同啦 那就是Energy 就会有点不同啦 那这些我就觉得很牵强 那么就尽量不要啦 Thermometer Not precise enough 那你叫它回家睡觉的 这个 OK 如果你这样说的时候 你所有量度的东西都说它 not accurate enough呢 那别人不会给你分 不会给你这些分 OK 你不准那支 这样的Thermometer 应该你换了它嘛 你不是放在那里 献细吗 好 跟着最后啦 18条 A1 Defines an MVP change of combustion 那这些呢 都应该是很typical啦 我期望你已经背得非常之躲当 要说NVP change when one more of substance is completely burnt in oxygen understanding condition 三个部份 缺一不可 好 跟着下面 Event 呃 什么呀 Provene 1.0 OK 那我就写完给你啊 这次麻烦你呢 其实应该差不多是时候 你们要找回一些Organic Chem 那些样子呢 OK 麻烦你自己努力记清楚 OK 那这些东西呢 就特意阴你的 OK 因为呢 它这边有6个O 这边有4个O 加上10个O 那二话不说 写个5字在那里就是错的 因为这些有个O OK 所以呢 特别留意呢 Compuction的时候呢 那些什么O Ephenol Mephenol Propanol 那些有个O在那里呢 就小心一点做平衡 OK 整天都会漏了这个O 不记得计算再来的 OK 接着呢 Standable potential formation 唯一不同就是 When one more substance is formed from it ITS Is concerned elements in their standard state OK 这里要记住一下 understandard condition 有时候呢 你写Standard state 就忘记写Standard condition 我写Standard condition 就忘记写Standard state 那这个呢 Formation里面一个重要的位置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OK 接着呢 放在Excess Hydroxyl Iron 接着 好好好 要多个OH 接着整个东西 变成 负嘛 OK 这个是什么呢 是讲着 Metal Iron 和Hydroxyl 那个部分的reaction Metal Iron 加Hydroxyl Iron 有一部分的Hydroxyl Iron 那些white precipitate 会被Dissolve的 那它Form出来的 那是Aluminium Hydroxyl Aluminium Hydroxyl 那其实这个负的嘛 所以我加个针下去 是没问题的 OK 有几个同学 就去Message我 说是否我出错东西 没有啊 是这样的 那之前教过了 OK 好 大约是这样 这个测验呢 Long Question 就比较typical些些 要那些test 要那些skills 都出了 如果你真的做得一样的事情 我建议你 真的要认真多些些 如果不懂的话 就再问我啦 好吗 加油啦 拜拜